王妃,我刚才已经试过药性了,的确是百年以上的药仙芝,有这些,足够替王爷入药了。 嗯,眼下,莲花石和药仙芝都有了,还差范叶花,霍园草,和淮叶半枝冬。 这几样,小舅已经吩咐下去,让宁市商行那边的人在南岳这边寻找,影子他们也在暗中询问。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都能找到,唯一难找一些的,就是万毒冰蝉。 林五爷那边,也没消息? 小舅说,他之前只听说过这东西,具体在哪里不清楚? 我上次听到消息,也是万毒冰蝉在南地出现,后来隐约听到,到了南岳之后,就突然下落不明了。 夏侯闻声紧紧皱眉。 好了,既然已经来了南岳,万毒冰蝉要是真的在这里,总是能找到的。 就算真找不到,阿音不是说过,没了那东西也能解毒,只是麻烦一些。 不是麻烦,是不能彻底解毒,那也一样。 只要能解除大半,不让本王被这毒影响,剩下那点毒,也没什么大事。 胡说八道什么,既是解毒,自然是要彻底将毒性拔除,否则留下的毒素依旧还是会影响你的身体,甚至影响兽数,我这命可还长着呢。 说不准,活个百来岁,你要是真的毒法短兽,难不成你打算自个儿先死了? 留着我,去找别的男人,均久冤蝉上一黑,伸手就捏住他的耳朵。 诶,你敢?本王会让人去寻找万毒兵蝉,东西既然在南越,绝地三尺,本王也会找出来。 想找别的男人,简直是做梦。 云素音抱着君九渊的手, 呜呜,这才乖。 君九渊冷哼了一声,夏侯文声无语,他就不该在这里。 林大哥。 公主。 我听哥哥说,林大哥来了,就要求着他带我一起过来,林大哥这次可要在南越多停留几日,哥哥很想你。 我可没想他,他又不是什么角色美人,我一个大男人想他干什么,倒是有些人想他想得爬饭不思啊。 哥哥。 贺连兄说笑,林公子。 林静夜看他时,眼里有瞬间的嫌恶,只很快就遮掩了过去。 凤山长老。 贺连庭知道,林静夜不喜欢凤山长老,他自己也不喜欢,只是这次来时,父皇却让凤山长老随同,他也没有办法。 林静夜直接错开身来,领着贺连庭他们进了凉庭之后,这才介绍道。 王爷,这位便是大越国少君贺连庭,这两位分别是公主贺连如月和大约皇庭凤山长老。 贺连,这位就是晋朝摄政王君九渊。 君九渊只是微台眼帘,诞生说。 见过贺连少君。 贺连庭也没介意他冷淡。 哈哈,原来你就是晋朝摄政王,九阳大明啊。 君九渊目光在贺连庭腰间扫过,只一眼就看到了他挂在腰间的玉绝。 果然,跟云素因生父留下来的那半块玉绝有几分相似。 他目光一扫而过,并没有停留,只开口时嗓音却温和了许多。 本王对巫族和大约国的事情也闻听已久,只是一直无怨一见。 小舅曾说贺连少君是他治教好友,为人大方义气,今日一见果然不假。 小舅? 内子是林家的姑娘。 林京燕有些好笑的逆了君九渊一眼,他可是记得,这丝之前除了还没迎娶阿英时,叫了他两声小舅,后来就一直直呼其名。 如今突然改口,一准是在打什么主意。 摄政王妃是我外甥女,王爷便随她叫我一声小舅。 哈哈哈哈,哎,我跟阿叶的确是好友,你即是他家中人,自然也是我朋友。 等你在南越的事情处理完之后,可以跟阿叶一起去大越国做客,到时候我好生招待你们。 好,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可安顿好了? 就刚到,还没去议馆呢,就先过来看你来了。 少君,那议馆已无人居住,总少了点人气,我看大进一行人都住在姓林居中未曾下他议馆。 林公子与少君之交莫逆,不如林公子也收留我等,将姓林居介于我们一株。 哼,可别,阿叶很宝贝这姓林居的,连南越皇帝之前相介都不行,人家君王爷和王妃是阿叶亲戚,而且大进使臣既然住了进来,姓林居里怕这早就满了。 咱们这一大堆人,要真住进这姓林居,哪能装得下呀?我可没那么厚脸皮。 凤山长老脸色顿时阴沉了几分,我们等会儿,先带人去驿馆安顿,还得跟南越皇室的人打声招呼,等闲下来了,我再找你喝酒。 好,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开口,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跟你客气。 哥哥,这姓林居里景色甚好,我能不能留下来呀?反正,去了驿馆之后,我跟你也不住在一起,能不能让我留在姓林居里住几天? 林大哥,我就只要一小间房子就行,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阿姨,你也知道,我这妹妹,嚼惯得很,那一管理的确不好住,人来人往的,你操作。 我跟凤山长老两个大男人,也就算了,如月跟着去,倒是真是委屈了,不如,就让她带着丫鬟,在你这住几天,可好。 可怜兄这么说了,我哪能拒绝,你好色我不管,可你好歹收敛一些。 郡九渊可不是那些你以前随随便便,就能玩弄的人,少军说笑了。 我可没功夫跟你说笑,郡九渊不是南越皇室的人,也不是要靠着咱们巫族的赵家。 当年,他打到南越腹地的事情,也该知道,少去招惹他,否则回头惹了事端,连累了大越国。 他说完之后,也懒得礼会凤山,转身就走。 长老,少军他,多避礼会,他就是胆子太小,去春色满园。 你先带赫连公主下级安顿,我跟王爷还有事情要说,公主一路颠簸,不如先去休息,若有什么需要,告诉云霄就好。 那我之后,还能见到林大哥吗? 我还会在南越逗留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去大越国一趟,公主跟赫连兄,自然能够与我相见。 那就好,对了,林大哥,我来之前,听说摄政王妃受了伤,不知道,他伤势好些了吗? 他也住在姓邻居,我可以去探望他吗? 等过几日吧,他伤了面容,不好意思与人相见,等伤势好些,有机会让你们见面。 善狼可真可恶,居然伤女子容貌,那等他好些了,我再去看他,林大哥让他也别伤心,我足有好些能恢复容貌的伤药,等会儿我就传信回去,让人送来。 多谢公主。 不客气。 云素音瞧着那姑娘走后,这才忍不住,不吃轻笑出声,然后掐着嗓音,学着她娇娇柔柔地叫道。 林大哥。 林荆叶脸色一黑,君九渊也是侯坚一出笑来。 我说小舅之前,怎么会突然留在京中那么长时间,而且,云霄也说,比上次你去大粤国都一年多了,感情,是惹了桃花债了。 哎,我瞧着这后莲公主挺好的,人美心善又乖巧,关键,满心满眼的都是小舅,要不,就让她来当我舅母吧,我看着,小舅跟她也挺般配的。 你还想不想替你男人找药了? 见她恼羞成怒,云素音爪爪捧着肚子,笑得耳朵一抖一抖的,连君九渊也是跟着弯了眉眼。 林荆叶任由两人笑了半嗓,才瞪着云素音说。 这话,别在赫连如月面前说,我不喜欢她,也对巫族的人无异,那小丫头心眼不坏,人又单纯,别戏弄她。 我看,小舅挺在意她的。 不是在意,就是不想招惹,我若有喜欢的人,便会对她一心一意,在这之前,不想招惹不想干的姑娘。 你总不想让我变成云黎安那种混账吧? 嗯,这倒是。 赫连婷瞧着,倒是与你关系不错,也还算护着你,不过那个凤山长老,我看他好像跟你不合。 那老东西只跟扇王那色批臭味相投。 凤山极好美色,比之扇王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为人阴沉,手段毒辣,性子也有些扭曲。 之前你们见到扇王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他那人脑子有些不好? 扇王最早的时候,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他虽然贪花好色,也喜欢美人,却只是放浪一些,远不到这般积不择实的地步。 而且他以前性子也挺正常的。 我听卫王说,巫族还没跟南岳关系这么亲密,善王也刚知晓自己身世那几年。 他虽然张扬,却也没视人命如草剑,直到后来遇上了凤山。 两人走得太近,他的性子才越来越作,那脑子里就跟灌了水似的。 在男女之势上,更是跟脱缰的野马一样,拽也都拽不回来。 再加上南岳皇室有意放纵,险帝可以捧杀,他才变成了如今这个样子。 那个凤山一直觉得,宁氏商行交到我这个巫族杂血之人的手中,对于巫族来说不甚安稳,也好几次都曾提过。 要大阅国君将商行收回去,或是在我体内留下污种,污种? 那是什么? 就是类似于一种蛊术将沉睡中的蛊虫种进人身体之内,能够用这种办法操控他人,将人当作傀儡,或是轻易置人于死地。 哼,他倒是敢想。 那后来呢? 后来,自然是没中,凤山不肯善罢甘休,非说巫族杂血不可信,不仅暗中朝我下手,还做了一些事情,逼我放弃宁氏商行。 我见他这么心心念念地想要,也就将宁氏商行交给了巫族的人。 只不过,他们大概不善于经商,三个月后,他们又恭恭敬敬地给我还了回来,还惩处了凤山一顿。 小舅做了什么?居然能逼着巫族妥协? 也没什么,只不过就是让宁氏商行亏损过半。 凤山跟善王关系很好,那春色满园,有一半都是善王为着他建的。 等他知道善王还在你手里之后,恐怕会来给你找麻烦,你们对他小心着些。 他那个人手段有些龌龊,所以这段时间,巫族送来的东西,你们别碰,也少跟他们肢体接触。 他们想要动手,必须要与人接触才行? 大部分是,只有巫族里有几个手段通天的,能不需要任何东西,就隔空商人。 但是巫族之人的修炼讲究天地人和,越是厉害的巫族人,就越不会轻易商人,也很少做一些损因得的事。 这些年,反而还时常接着宁氏商行的名义,在各国布施。 只有凤山这种半上不下的巫族,才会弄些阴损手段商人。 对了,你们刚才,他们看到贺连廷身上,挂着的玉爵,可有相似,看到了,他那块玉爵,跟阿姨那半块,有些相似,特别是镂空花纹。 我看,刚才贺连廷他们都没留意到我,而且,也没察觉到我有不对。 贺连廷他们去了驿馆,我想找机会,接触一下贺连如月,看他是否知道些什么。 你是想试探贺连如月能不能变化? 不仅是能不能变化,还有他知不知道这种幻化动物的能力。 如果贺连如月也和我一样,或者,是知道我这情况,那这种能力,在巫族恐怕也算不得奇怪,应该是很常见的事情。 到时,去大越国查询绅士的时候,就不必遮遮掩掩掩,可如果不是…… 连他都没有变化之术,更不知道能够幻化动物的事情,那他生负的身份,恐怕就远比他们之前想象的还要更加神秘。 那到时候去大越国,就得小心一些了。 粉蛋,你说,这位社长王妃会喜欢我吗? 公主将双铃丹都给了他,他自然是喜欢的,双铃丹是我自愿给的,跟他没关系。 我只是觉得,林大哥很喜欢林家的人,我又一直没机会去大进,要是之后,能跟他当朋友就好了。 这样,我也能知道一些大进的事情,以后跟林大哥一起,也能有更多的话说。 公主,您是大越国的贵主,何必这么讨好林公子? 我就是喜欢林大哥,我知道林大哥不喜欢我,可我喜欢他呀,我喜欢他,是我的事情,只要他还没有喜欢的人,那我就还有机会。 只要我努力一些,说不定,哪一天他突然回过头来,就能看到我。 反正,我不会放弃的。 那要是林公子,有喜欢的人了呢? 嗨,林大哥要是有喜欢的人了,那,那我就祝福他呀。 反正我努力过了,要是林大哥还是不喜欢我,肯定是我不够好。 到时候,我就求求夫君送我去圣巫足地,说不定,我还能当上下一任的圣女呢。 到时候,我就学习圣巫术,替林大哥和他喜欢的女子祈福。 这不是刚才那只兔子吗? 好漂亮的血兔呀。 小兔子,你怎么跑出来了呀? 粉黛,他喜欢我呢。 粉黛也很是惊奇,见小家伙居然愿意被自家公主抱着,丝毫没有害怕的样子。 公主,这兔子真可爱,小白,原来你在这里,吓死我了。 贺莲公主,刚才小白趁着奴婢不住一时偷跑了出来,没想到,在您这里,多谢公主帮奴婢寻找小白,她要是丢了,王妃和王爷肯定会罚奴婢的。 啊,我也是在这边看到她的,她还这么小,你们得看好一些,要不然,万一真跑丢了,她就找不回来了。 嗯,多谢公主提醒,奴婢记得了。 她伸手就想去接兔子,却不想,兔子却埋在贺莲如月怀中,不肯抬头。 哎呀,她很喜欢公主呢。 啊,是吗? 小白一直被养在王府,除了王爷和王妃,从不亲近任何人,只是王妃病了之后,日日用药,她又不能靠近,王爷又有事跟母爷外出。 小白正无聊呢,她难得这么喜欢公主,不知公主可否陪陪她? 不然,奴婢将她带回去后,她怕这又要闹脾气了。 嗯,当然可以。 慢慢吃,还有很多呢,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小兔子喜欢吃糖豆的。 啊,小白跟其他兔子不同,她能吃人吃的东西,反倒是不喜欢兔子吃的那些。 原本,王爷他们还担心她吃坏了肚子,可后来发现,吃完之后没什么问题,也就由着她了。 她叫小白吗? 嗯,王妃给取的名字,她十分灵性,也能听懂一些人言,我家王爷和王妃都十分疼爱她,所以这次来南院,哪怕王妃病着,也依旧带着她。 也就是,王妃身子不好,要不然,她肯定整天都黏着王妃的。 王妃的伤势很重吗? 其实,伤势算不得重,我家王妃本就一毒双绝,又有药王骨传人在旁,身上的伤早就好了大半了,就是不知道,善王用了些什么手段,让王妃一直觉得不适。 王妃总说,她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却又说不上来。 公主,该不会是凤山长老。 啊,凤山长老怎么了? 我族,有养狗的习惯,凤山长老所在的凤氏一族,更是其中翘楚,她跟善王关系极好。 难保不是她给了善王什么自保,或者伤人的手段,我这就去找大哥过来。 公主且慢,奴婢虽然不懂您说的古术,可是五爷既然来了,又时常跟贺连少君在一起,她定会告诉贺连少君。 而且,凤山长老今日才来过姓邻居,被五爷的人赶走,且善王也在我家王爷手中,他正恨着王爷和王妃,要是被他知道王妃体内可能有骨,他必定会借此来要挟王爷。 奴婢知道,公主是好心,可是如今善王的事情,已经不是王爷一家之事,而是关乎整个大境和南越。 公主,要是贸然去找贺连少君,惊动了凤山长老,反而对我家王妃无异。 公主,她说的对啊,您不能去找少君。 那,就让林大哥去找我哥哥。 我哥哥虽然不如凤山长老古术厉害,可也能探出王妃体内的情况,而且,你们也别太担心。 凤山长老这次来南越,并非是为着善王,他跟我哥哥一样,都有别的药物,他不敢闹出太大的动静来的,否则回去之后,我父君和祖宗都不会饶了他。 是吗,奴婢还以为他是为着善王来的,以前在大境的时候,就常听人说,善王对巫族而言十分重要,巫族也是因他,才会长流南越,充当南越国师,庇护南越皇族。 这次,王爷他们来南越时,就曾做好了巫族万一力保善王,与巫族冲突的准备。 怎么可能,他不过是当年巫族叛逃圣女在外留下的血脉而已,就算是巫族之人,也不过是寻常族人罢了,巫族怎么可能因为他就庇护南越一国呢? 真的?当然是真的,巫族和大越国必识数百年,之所以会突然与外界来往,并不是因为善王,也不是因为那个圣女。 巫族之中,圣女身份虽然特殊,却并非不可取代,而且当年的圣女逃出巫族之后,就已经被族中除名,巫族之所以出现在外界。 除了当年跟南越那场大战,扰乱了巫族安宁之外,更因为,族中圣巫算到了,巫族将来,会有灭族之祸。 圣巫还算到,巫族需得出世,才能寻到破解之道。 那巫族跟南越皇室,那就是一场交易罢了,巫族庇护南越皇室,南越皇室也得替巫族办一些事情。 而且,圣巫预言之中也说过,巫族将来的命脉,跟南越有些关系。 所以巫族这些年,才派人留在南越皇城,庇护赵家的人。 善王的确跟巫族关系更亲密些,可能也是因为他体内有巫族血脉,比起南越其他人,对巫族来说,他也算得上是自己人。 我们这次来南越,是因为圣巫算到了,与巫族命脉相关的密钥出现在南越,凤山长老,也是奉命来寻找密钥的。 他要是真敢因为善王为难你们王爷王妃,甚至给族中招去灾祸,父君不会饶了他,等回到族中之后,也会有族规惩戒他。 密钥?什么密钥啊?是钥匙吗?不是钥匙,是一个人。 人?既然是人,为什么会叫密钥啊?我也不太清楚。 圣巫也只说,那人与巫族命脉相关,再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 年前时,圣巫就已经隐约补算出来,说,密钥现实,只是身处混沌,算不出来方位。 直到前不久,圣巫才说,密钥会在南越皇城出现。 我父君原本是要派其他人来南越寻找密钥的,只是后来,恰好林大哥送信给我哥哥,说他要回南越,约我哥哥在南越皇城相见,我哥哥就顺道领了这差事。 不过,我父君没派凤山长老过来,是他自己主动请愿,跟着我们一起来南越的。 哦,原来是这样,那密钥,是男是女?长什么模样啊? 如果真要寻找,其实,可以让五爷帮忙,凝视商行在南越的势力极大,若是五爷帮忙,应该能很容易找到。 我也不知道,是男是女,不过圣巫说,那人既然身负巫族命脉,体内便有巫族最神圣的血脉。 容貌气度,肯定非常人可比。 而且我哥哥来南越的时候,还带着圣巫祈福过的圣灵谷,只要遇到密钥,圣灵谷就会出现异状提醒哥哥,到时候,自然也就知道,圣巫要找的人是谁。 云素音心中咯噔了一下,阿罗知道云素音想要打听什么,不过一会儿,就又从他们嘴里套出了不少有用的消息。 云素音在旁听着,等瞧着阿罗基本上将该问的事情都问了之后,他才突然蹦到了桌角,发出一声叫声,就朝着地上摔了过去。 小白! 赫连如月吓了一跳,连忙伸手去捞腾。 公主,我没事,小白受伤了。 阿罗也是惊了一下,连忙上前将云素音捧了回来,等检查了一下之后,他才松了口气。 还好,只是划破了皮毛,真的不要紧吗?它这么小,要不要再看看呢? 不用了,我跟着王妃也学过一些艺术,王妃那边也有商药,倒是公主,商事可要紧,要不要奴婢让人过来看看? 我不要紧,就是蹭破了皮,等下上点药就好了。 阿,那就好,小白害得公主受伤,实在是抱歉。 不过,奴婢也出来很久了,得带着小白回去,否则,王妃会担心的。 那我之后,还能去找小白玩吗? 这个,奴婢做不了主,不过,小白灵性,也能自己认路,她若是愿意,会来找公主的。 阿,那好吧。 王妃,您就算想要试探贺莲公主,也没必要怒伤了您自己,奴婢弄些血就可以了,要是王爷知道您怒伤了自己,又得生气了。 我没事,你让人注意庆园这边。 嗯,王妃放心,奴婢已经交代了,来时就跟云霄说过,她那边已经派了伺候的人留意着庆园,贺莲公主要是有异变的话,瞒不住庆园的人。 我有些困了,先回去吧。 你突然变回来,跟贺莲如月有关。 什么跟贺莲如月有关啊? 王妃变回来了,您是怎么变回来的?身体可有异样。 夏侯文声替她把脉之后,脸色惊讶。 你这身体,怎么了?没什么,王妃的身体,好得有些不像话啊。 王妃,你这是吃了什么灵的妙药了? 怎么了? 你整个人,都像在冒光。 云素因面无表情,她又不是灯泡,冒个屁的光啊。 不是那种光,就是珠光宝气,灵药啊灵物上面,才有的宝光。 反正看着,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阿姨,你突然变回来,是不是跟贺莲如月有关? 我也不知道,我去试探了一下贺莲如月,回来之后,就有些困倦,然后睡了一觉。 等我醒来的时候,等等,好像真的跟她有关系,我,我碰到她的血了。 云素因连忙低头,朝着自己腕上看去,却发现,之前刚醒来时,分明还浮现在左手手腕上的金色胎记,消失不见。 她确定,之前看到的那一幕不是幻觉,可为什么突然又没了呢?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 云素因没有贸然提起金蝉的事情。 之前我试探贺莲如月的时候,故意弄伤了手臂,阿罗和承儿还替我包扎过,可是,伤口不见了。 自愈? 嗯,你还记得陈默默曾经说过,我生父当年出现在云家的时候,也曾显露过自愈的能力。 她与我母亲欢好之后,身上的伤势便能慢慢恢复。 我之前受伤之后,是没有这能力的,可是如今,突然有了,她总有种,她体内好像觉醒了什么的感觉。 你这情况,怎么像是修炼了邪功似的? 嘿,会不会说话呀? 除了自愈,你身上还有什么不适,或者变化吗? 别的没了,就觉得身体倍棒,比之前在大劲的时候,感觉还要更好。 巫族纯血,对我来说好像是大补之物。 能不能弄一些巫族人的血回来? 其他巫族人的血好弄,可是赫莲婷和赫莲如月恐怕不行。 而且阿音这情况,也不知道对其他巫族人来说,是好是坏。 先弄一些其他巫族纯血回来试试,少取一点,也用不着伤及人命。 让阿音看看,她是否对巫族的血有反应。 这个倒是没问题。 林静夜答应下来,夏侯文生又替云苏音检查了一下身体,确定没事之后,就取了她一点点血, 但看到她手上伤口慢慢愈合,就满是兴奋地拿着血走了。 像是想要去研究,她突然生出的愈合之力。 我已经试探过赫莲如月了,她应该不会变化,也不知道巫族变化的事情。 换句话说,这种变化之力,在巫族之中也不常见,而且极有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有。 而且我从赫莲如月那里知道一个消息,赫莲婷跟凤山长老这次来南越, 并非是为着小救和善亡,而是为着巫族密钥,林静夜和君九渊都脸色顺便。 巫族圣巫于月前补算出来,与巫族命脉相关的密钥,会出现在南越皇城。 赫莲婷他们此次便是奉圣巫之命,前来寻找密钥的,他们都已经知道,密钥是人。 而且,赫莲如月还说,他们此次离开大越国时,赫莲婷身上还带着圣巫赐福的圣灵谷。 一旦与圣巫让他们寻找的人相遇,圣灵谷就会生出异常,让他辨别出谁是密钥。 圣灵谷? 嗯,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赫莲如月说的应该不是假的。 而且,密钥之事对巫族来说不是隐秘,赫莲如月跟我和阿罗提起来的时候,也没什么隐瞒。 那个圣巫好像算到了我,还算得极准。 那个圣灵谷是在赫莲婷身上? 嗯,赫莲如月是这么说的。 你别这么看着我,我跟赫莲婷虽然交好,可是对于巫族的事情也是一知半解。 赫莲婷也不是什么事情都会告诉我。 赫莲婷带我是不错,可这不错的前提,是我跟巫族之间没有利益冲突。 他是大越国少君,又是巫族纯血。 圣巫的存在,对于巫族人来说,就如同他们向往的神明。 只要圣巫开口的事情,巫族的人都会拼尽全力去做。 赫莲婷也是一样。 那圣灵谷如果真的在赫莲婷身上,想要悄无声息地拿回来,根本不可能。 至于破坏,赫莲婷可不是赫莲如月那般天真的小姑娘,而且她的巫术在整个巫族也算是精深的。 就连凤山,要是跟她真生死交战,怕都是逊色她一筹。 你们别看着赫莲婷大大咧咧,好像万事都不赢于心。 可实际上,她性子十分谨慎。 咱们但凡多试探几句,恐怕就会露出马脚。 而想不惊动她毁了圣灵谷,也几乎是没可能的事情。 既然毁不了圣灵谷,那就看能不能想办法从赫莲兄妹那里确认。 他们找着所谓的秘药,目的到底是什么? 埃罗跟赫莲如月套话的时候,她曾说,这次寻找秘药不是什么隐秘事情。 巫族那边可能还会动用南越皇室的力量。 小舅手里握着凝视商行,能耐和人脉,远比南越皇室还要厉害。 你若说帮忙寻找,赫莲廷应该不会起疑。 这容易,我明天去见赫莲廷,到时候会试探着问她。 南越皇室操办的国宴就放在三天后,我原本觉得你变回人身是好事, 可眼下这情况却比之前还要棘手。 如果这三天内探不出缘由,国宴时你恐怕就不能现身。 否则,要是撞上了赫莲廷,让那圣灵谷有了反应,暴露了身份,那就麻烦了。 林荆叶又跟云苏英二人说了一会儿话,就有些忧心忡忡地离开。 等她走后,云苏英扭头,就看到君九渊满是尘力之色的眼眸。 你也别担心了,传到桥头自然指,是福是祸,咱们竭力去做就行了。 再说,我瞧着赫莲兄妹的性子不是那等恶毒之人, 巫族寻找着秘药也应该不是为着什么坏事, 否则,他们该偷偷摸摸地暗中搜寻才是,哪会这么大张旗鼓啊? 只可惜不在大进。 嗯?在大进怎么了? 在大进,本王就直接拿了他们,严刑拷打,总能问出一二来。 别这么暴力,巫族对咱们也没做过什么,总不能,一上来就喊打喊杀的。 就算咱们还在大进,遇着这种事情,依旧会是慢慢试探, 哪有直接地对着人家动粗的? 再说,我挺喜欢赫莲如月那个小姑娘的。 说起赫莲如月,云苏英就突然想起, 之前她送来的那个双灵丹。 你先等等,我拿个东西。 这是什么? 说是巫族那边的密药,叫双灵丹,在巫族那边极为稀少, 这东西里头混了替你解毒的几位药。 所以,这东西能替我解毒? 那不行,这里面除了你要用到的那几位药材, 还混了好几位其他的,而且,经过炼制之后, 药性早就已经生了变化,对于你解毒无用。 不过,这双灵丹的确是好东西, 虽不说,生死人,肉白骨,可拿来保命, 却是一等一的,这个,你好声收着, 随时待在身边,别离身,关键时候能够保命。 既然这么好,你拿着,你的命, 比本王的命重要。 阿渊。 只要你安好,本王才能安好, 你若没了,再多的灵丹妙妖,本王也不要。 君九渊,你怎么能这么好啊? 本王什么时候不好了,听隋风说, 你去见贺连亭了,怎么样,打听到什么吗? 差不多吧,我试探着问过贺连亭, 他再三交代,寻人的时候千万不能伤了人, 要将其当成巫族贵客。 这么说,我治愈巫族,应该不是坏事? 应该是,若不然贺连亭也没必要这么小心翼翼, 大可用别的手段来找,那怎样才能确认, 阿渊就是巫族要找的密谣, 还有那个圣灵谷,当真能确定阿渊的身份? 那个圣灵谷,估计跟阿渊真的有些关系。 之前贺连亭就已经见过阿渊,只是没直接接触, 而且昨天阿渊变回人参之后,圣灵谷就生出了变化, 直接融入了贺连亭的手心之中,变成了胎记一样的东西。 连贺连亭现在都满心茫然着,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胎记?什么样子的? 有些像虫子,圆糊糊的,还有翅膀。 是不是蝉? 好像是有些像蝉,你怎么知道? 我昨天变回人参的时候,手腕上也出现过蝉形的胎记, 不过是金色的,而且只出现了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 因为就那么一小会儿,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 那胎记之前就在这里,后来就消失了。 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昨天睡醒之后,变回人参的时候,只不过错眼间,就又没了。 你居然也生了印记,看来那圣灵谷的异变,真的跟你有关系了。 眼下已经知道巫族寻你应该没有恶意, 至少赫连亭离开大越国前,得到的交代是绝不能伤你。 而且巫族纯血,对你有大补,你身上的变化,也跟巫族有脱不掉的关系。 而且有件事情,我还没告诉你们。 我刚才问过贺连亭,那万毒冰蝉,有名血骨蝉, 就养在巫族圣地的万古池之中。 而且全天下,恐怕也只有那里才有, 巫族这一趟恐怕,非去不可呀。 你们是什么打算? 是小隐门阿音的身份,还是先接触一下贺连亭, 让他知晓,阿音就是巫族所寻之人。 小就是说? 万毒冰蝉,不是,就是血骨蝉,就在巫族。 对,王爷之前听闻的那次,应该就是贺连亭说过, 巫族意外放出血骨的那次, 那血骨蝉是横与长老所养的, 因为那次意外被他浸在了万古池身处, 想要讨要的话,恐怕也只能找他才行了。 如果你不愿意让巫族知道你身份, 我也可以去跟与横长老求这东西。 看在伤行的份上,他应该不会拒绝。 阿音,你怎么想? 巫族这趟,我肯定是要去的。 之前贺连如月给我的双灵丹里, 用到的药材之中,就有阿元解毒需要的那几位药引。 如今,就连血骨蝉也在巫族, 无论如何,我得将东西拿到手。 你能确定贺连亭没有恶意? 至少现在没有。 我未曾流露出跟密药有关或是相识, 他没必要骗我。 况且他现在,也没有弄清楚, 圣灵谷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我套过赵玉的话, 贺连亭跟他说的, 与跟我说的没什么差别。 再加上贺连如月之前所说的, 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真的。 至少眼下来说, 巫族是没有恶意的。 不过, 我以前未曾听说过密药的事情, 巫族那边找到阿音之后, 具体到底想要干什么, 也只有圣巫知道。 那就见见贺连亭吧。 我明天让他过来。 嗯,好,到时亲自试试。 那圣灵谷, 到底是不是因我一变? 你别担心, 那胎记的事情没告诉你, 是因为跟我以前有些关系, 我也不确定, 那时候看到的是真是假。 为何这么说? 花凤,还记得吗? 记得。 你想不想知道, 我以前的事情? 你愿意说? 我什么时候瞒过你, 以前不说, 是觉得没有必要。 我人在这里, 以前如何, 连我自己都不在意, 又何必跟你提及呢? 不过, 属性巫族的事情 跟以前染上关系, 你要是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 我想知道。 云素音点点头, 低恩了声, 缓缓跟他说起上一世的事情。 有他幼时与人搏杀, 也有后来遇到了老头子。 他提起他以前做的那些任务, 灵旧区的人是没有朋友的, 因为那里鱼龙混杂, 什么都有, 为着任务和报酬, 彼此厮杀安害的事情常见。 所以, 很少有人, 会真将那里的人当成朋友, 也不会将自己后背交给他们。 我跟花凤之所以关系不错, 是因为我有一次, 凑巧救过他, 他欠我一条命, 而且, 他也跟我们这些, 靠着灵旧区活着的人不同。 我们是无法离开灵旧区, 也不能离开, 而他入了灵旧区, 却只是为着寻找刺激。 我最后一次出任务时, 极为危险, 花凤怕我有事, 将神戴的平时给我, 那东西, 是黑巫族代代相传的圣物, 名叫, 千魂骨。 跟圣灵骨有关?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腕上出现过的胎记, 就是千魂骨的模样。 花凤跟我说, 这东西能够保命, 是黑巫族代代相传下来的质保, 我当时只以为他是说笑, 便也带着。 谁知, 那一次任务出了意外, 被追兵所伤, 葬身大海,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 人就已经来到了这里, 附身在了已死的云家嫡女身上, 我能记得以前所有的事情, 可身体却不再是自己的。 再后来, 我杀了那几个意图占我便宜的牙钗, 见血之后, 变成了兔子, 摔下了牙鞭, 就砸穿了马车, 遇到了你。 你都不知道, 我当时摔下去的时候, 也因为自己死定了, 后来好不容易苟活, 结果变成兔子, 被你拎着耳朵时, 还以为自己会被炖了汤。 好在你当时够机灵, 懂得讨好卖乖。 唉, 生活所迫, 卖艺艰难。 还好, 本王一时心软, 要不然, 媳妇都没了。 所以, 你怀疑你能来到这里, 是因为牵魂骨? 我也不知道, 只不过, 花凤跟我提起过, 他们黑乌族内, 也有个腕骨池, 而且昨天我手上出现印记的时候, 赫连亭那边, 圣灵骨也发生了异变, 我在想, 会不会是花凤族中, 跟这里的乌族本就有些关系, 我死之前, 又带着花凤给我的牵魂骨, 所以才能来到了这里。 你别怕, 我不会离开你的, 等南越失了, 咱们就去乌族一趟, 到时候, 肯定能彻底解决清楚我身上的事情。 那如果你能回去了呢, 你会走吗? 你在这里, 我能去哪儿啊? 我本就是孤儿, 无父无母, 也没有任何牵挂, 唯一的亲人, 就只有老头子了。 老头子走了之后, 那个世界对于我来说, 就再没有什么不同, 也没有任何东西, 值得我不顾一切地回去。 你说什么? 我说, 你要找的人, 我给你找到了。 找到了? 怎么可能? 我都还没去看过, 你怎么知道就是那个人? 而且我昨天, 才跟你说了, 你今天就找到了。 你虽然昨天才告诉我, 可, 在你跟我说之前, 我就已经知道, 无足密钥的事情。 你早就知道? 不仅早就知道, 我们这次来南越, 本也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你该不会告诉我, 你们是从善王口中知道的, 难道善王之所以朝着军酒员他们动手, 就是因为发现了密钥, 我要找的人, 在晋朝摄政王府? 差不多, 还真是, 到底怎么回事, 你赶紧跟我说说。 善王年前去大晋时, 因为之前朝着林家下手, 险些害死我父亲的事情, 跟阿音起了冲突。 阿音教训善王, 本也是打算让他早些离开大晋。 可谁曾想, 善王却在阿音大婚那日, 在他救回来的一个小丫头身上, 看到了半块玉绝。 玉绝? 对, 就是玉绝, 跟你身上挂着的这块, 有些相似, 只是图案不同。 善王看到那块玉绝, 就一口咬定, 带着玉绝那人, 是巫族的密钥, 传信回南越, 被阿音他们截获。 久等不到南越回信, 就铤而走险, 想要强行将那丫头带走。 什么玉绝? 我怎么不知道那人身上还有什么玉绝, 能证明身份呢? 这就要问你了, 圣巫让你们来找人, 从未提及半点特征, 就连你, 也只能凭借圣灵谷, 来判断那密钥到底是什么人。 可是善王居然知道玉绝之事, 而且单凭半块残缺的玉绝, 就能确定了所谓密钥的身份。 赫莲, 你们巫族那边, 除了圣巫, 是不是还有其他人也早就知道此事? 甚至一早, 就已经开始寻找密钥的下落了。 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只是提醒你, 如果圣巫要找的人, 针对你们巫族那般重要, 你们巫族之中, 恐怕有人生了异心。 这件事, 我会禀告夫君, 也会传回族中, 你能想明白就好。 那个人呢, 他可还好, 善王之前在大进, 可又伤了他。 还有, 他这次是不是随同君九渊他们一起来了南越? 人自然是来了, 等一下你过去之后就能见到。 那还等什么, 赶紧走啊。 方才进来时, 阿爷便与我说起, 善王在大进所作之事, 你便是他口中所说的那个人。 嗯, 是我。 那, 那半块玉绝可还在你手中, 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当然可以, 谁知才刚触碰到了玉绝, 掌心就突然灼热起来, 他倒吸口气, 连忙松手, 和掌心里的热议却丝毫没有散去, 反而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赫连少君。 赫连亭手心已经疼得有些发麻, 来不及说话, 就感觉掌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着, 就见到掌心里那块红色胎迹浮现出来, 犹如活物, 蠕动的片刻, 突然就从他掌心脱离, 一道虚影腾空而起。 这是什么? 云素音睁大眼, 还没看清楚那红色虚影是什么, 就感觉到手腕上也是疼了一顺, 他连忙伸出左手一看, 就见之前突然出现过金蝉印记的手腕上, 那痕迹再次浮现出来。 红色虚影仿佛感受到了他身上的气息, 如同受到了吸引一样, 嗖的一声就朝着云素音那边急射而去。 不满和联少君, 我和阿音这次来南岳, 除了问最善望的事情, 跟南岳交涉之外, 也是想要查清阿音的身世, 还有这块玉局的处处。 善望所作, 让我二人心生忌惮, 今日让赫连少君过来, 也是想要问少君一句, 那巫族密钥到底是什么? 还有, 巫族对于阿音到底是敌是友? 我也不知道巫族密钥到底是什么, 只听我夫君说起, 好像跟巫族密地有关, 只是, 那里除了圣巫之外, 没有人能够进去。 所以, 你们若想知道具体的东西, 只有见到圣巫之后才能清楚。 不过, 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 巫族对于所寻之人, 绝对没有恶意。 巫族, 虽然是小族, 可若是倾脚而出, 想要找个人并不是男士, 阿爷和君王爷, 也都应该是我们巫族之人的手段, 若真对谁心怀恶意, 便不是这般寻找。 我们对你绝无恶意, 圣巫已然, 否则, 他也不会交代出来, 寻你之人, 绝不可伤人。 贺连婷像是怕云素音不信, 他突然朝着云素音那边一挥手, 两人明明间隔很远, 可云素音却莫名感觉到周围凝智下来, 像是有什么东西朝着他身上看来, 肉眼却几乎看不到分毫, 他脸色一变, 抓着君九渊的手, 两人同时朝着身旁退了半步, 而他, 则是挥手一掌, 就听到虚空之中传来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后, 仿佛有什么被他击退, 而他掌心之上隐约泛红。 诶, 你居然能感觉到巫族伶俐? 巫族伶俐? 跟你们习武之人的内力有些相似, 只是更加诡异无形罢了, 你们也看到了, 我若对你们心有恶意, 大可不必询问你们的意见, 直接强行将你们带回巫族就是, 巫族不是没有一些特殊手段寻人, 只是族鬼有令, 无圣无准许, 有些手段不得在外间使用, 巫族也不得主动与外界挑起战士, 参和外族兴衰皇权。 所以当年, 你们险些灭了南越皇族, 也是真的? 那是他们挑衅在前, 巫族不与人交恶, 却也非与人为善之族。 你刚才说的灵力, 巫族所有人都能够修习? 怎么可能, 想要修炼得先拥有灵脉才行, 我们赫连势力能够修炼的, 除了傅娟和哥哥之外, 也就屈指可数的几人, 就连我都不行。 巫族之中, 普通巫术和古术为主, 而且巫族也分了很多知脉, 并非人人都是灵修, 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灵修的天赋。 巫族族人分支众多, 比如, 凤山所在凤氏, 便是黑骨一脉, 横宇长老, 则是药巫一脉, 还有玉氏, 天生毫无灵脉, 权焉力大无穷, 体质比之常人强壮, 所以, 武力至强, 而且修炼你们所炼的内心功法时, 也比外界之人更容易得多。 除此之外, 司空主会者, 赫连主权者, 没认的圣巫, 几乎都是出自司空三族, 杰式圣巫, 也同样是司空之主, 名幻司空, 而大约国国君, 则是出自赫连市, 主巫族与外界往来, 很少会出现变动。 总之, 巫族族人的能力十分的纷杂, 一句话两句话的, 也跟你说不清楚。 你要是觉得好奇, 想要知道的话, 可以随我去巫族看看, 到时候, 让他们给你们表演, 他们各自的能力, 而且巫族有一座藏书库, 里面有很多外界难寻的古籍珍藏, 我记得阿爷说, 你精通一读指数, 亨宇长老的医术也是极好的, 而且他们难以卖中, 也有善事读物的, 你还可以跟他们交流, 让他们教你, 要无指数。 我能学你们巫族的东西? 当然可以, 巫族秘术, 对于别人来说, 肯定是不能学的, 可你不同, 你既是圣巫所寻之人, 又是咱们巫族血脉, 等去了圣地, 见过圣巫之后, 这些东西, 对于你而言, 自然也都是能够知道的, 圣巫向来大方, 特别对于看重之人, 我信, 你问阿爷, 他当年, 虽然没去过巫族圣地, 可是圣巫对他, 却也未曾小气, 给了他不少, 连我都没见过的好东西, 这个, 他倒是说的没错, 圣巫是个很大方的人,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要不要跟我去巫族? 跟你回巫族倒是可以, 只不过, 我有两个条件, 你说, 我要阿云和小舅同行, 还有, 我身边的几人, 他们既然来了南越, 自然要跟我一起, 阿爷可以, 他本就是巫族之人, 君王爷, 应该也没问题, 不过, 其他人, 巫族一般, 不允许外族之人入内, 到时候, 他们可以跟着你们, 先去大禹国, 等我和父君, 跟族内秉明之后, 要是族中允许, 他们, 也可以一同进入族内, 只是圣地那边, 你们前去, 朝见圣巫之时, 他们肯定是不能去的, 他们不能进入圣地, 不仅是因为族规, 也是因为, 非巫族血脉进入圣地, 会承受不住, 圣地之中, 弥漫着血脉灵气, 对于巫族之人大有弊义, 可对外族人, 却犹如毒物, 沾染上之后, 还会让他们身体出问题, 所以, 他们肯定是进不了圣地的, 既然如此, 我也不强求, 到时, 若实在不行, 就让他们留在大粤国, 托贺连少君照顾, 没问题, 那, 另外一个条件呢, 我要血骨蝉, 不只是血骨蝉, 还有百年份的范叶花, 破园草, 以及怀叶半枝冬, 请你们得先将这些东西给我之后, 我才进巫族, 阿爷之前说的, 那个需要血骨蝉解毒的人, 是你们, 是本王, 阿元早些时候深重歧毒, 必须要血骨蝉和这些药材解毒, 我们这次来南越, 也是为了此事, 只要你能让你们族中将这些东西给我, 我便跟你一起回巫族, 去见圣巫, 你可以传信给你们族中, 他们若能将这些东西给我, 到时候, 不管巫族所求, 只要不伤及性命, 不怀有恶意, 我都尽力配合, 绝不食言, 就只是这些? 就只是这些, 阿元体内的毒, 被我暂时以亲针封印, 可这封印, 只能再维持两个月左右, 所以, 只要你们能赶在这之前, 把东西给我, 与我, 与阿元来说, 就是救命的大恩, 我们夫妻二人向来恩怨分明, 有恩必报, 只要能替阿元解毒, 届时, 巫族所需, 我们也会尽量满族, 绝不推脱, 当然, 前提是, 巫族没有加害之心, 当真? 嗯, 一言九点, 好, 我虽不知道, 圣巫寻找密药到底是为了什么, 可我信他, 他绝不会伤害无辜之人, 我这就传信回大岳, 让我父君, 跟族中讨要血骨禅, 至于其他药材, 大岳国国库就有, 只是那血骨禅剧毒无比, 若是运来南岳, 稍有不慎, 就会惹出麻烦, 不用送来南岳, 留在大岳国就行, 巫族的事情既有你出面, 善王我们也不必再拿着, 稍后国宴之后跟南岳交涉, 将他们动兵仪式处理好后, 我们将善王交给了南岳, 就随你一起去大岳国, 到时候, 借少君的地方, 替阿元解毒, 好, 我这就让人传讯父君, 你放心, 那血骨禅肯定没问题, 到时若是可以, 让横宇长老也去一趟大岳, 说不定还能帮上你的忙, 让君王也能够彻底解毒, 恢复如初, 那就多谢赫连少君, 阿阴所说, 便是本王之意, 善王的事情, 要不要我帮你们跟南岳皇室去谈, 不用了, 这是大金跟南岳的事情, 巫族不必惨可, 对了, 我可以见见善王吗, 关于巫族密钥, 还有那半块欲绝的事情, 我得问清楚善王, 是怎么知道的, 可以, 他脑子里被人中了东西, 哼, 我就说, 他怎么能咬死了不开口, 石髓谷是什么东西, 就是以人脑随为食, 能够在不破坏外表的情况下, 将人脑子掏空, 而人死后, 若不破开头颅, 是完全发现不了的, 石髓谷被下了禁止, 将与巫族密钥的事情, 全数锁了, 善王但凡开口提及半句, 就会触发, 不过你们放心, 这东西, 我解不了, 族中有人能解, 等我把善王带回族中, 让人解了他体内的石髓谷, 自然, 也就能知道, 是什么人在搞鬼了, 你未必能将他活着带回巫族, 阿渊的意思是, 那石髓谷, 如果真像是赫连少君说的那么厉害, 也就意味着, 给善王下谷, 让他暗中搜寻密钥的人, 早就防备着他开口, 连你也解不开的禁止, 想必, 不是巫族人人都能做到的, 换句话说, 你就算真将他带回巫族, 也未必能让他活着, 到禁止解开, 开口的那一日, 你们是说, 这次巫族来的人里, 就有与善王有关的, 善王不是傻子, 无力可图的事情, 他也绝不会做, 换句话说, 能让他帮忙寻找密钥, 甚至明知道, 有可能会冒犯巫族, 却依旧答应下来的, 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人而已, 巫族中, 谁与他交好, 谁又能不知不觉地, 对他下了食髓谷而不被人知道, 有谁有那个能耐, 落下连你也解不开的禁止, 很明显不是吗? 林大哥是说, 凤山? 不可能, 他没那本事, 凤山的确是精通巫术, 可是, 食髓谷不是那么容易养得出来的, 关键, 他也没能力想那种禁止, 他是没本事, 那他身后的凤氏呢, 而且, 他不是还有个叔父吗? 我记得凤山那次, 朝我下死守的时候, 按照巫族族规, 他早该被带回圣地受罚, 前一巫族的族规, 他至少二十年内是不能出禁地的, 更不可能继续留在大越国当凤氏长老, 当时, 就是他那位叔父出面, 将他救下来的吧? 我记得, 他叔父在巫族之中, 地位应该不低, 而且凤氏, 本就以修炼黑古术为主, 那位圣地长老的古术, 更是整个巫族之中顶尖的, 你是怀疑凤岩长老? 不是怀疑, 而是很有可能, 不是吗? 那位长老就在圣地, 且与圣巫也时常相处, 他有些什么手段知道密钥之事, 在告知凤山他们, 应该不是奇怪的事, 而且以他的本事, 想不惊动外人给善王下骨, 设下禁止, 应该不是难事。 凤岩长老的确有能力做到, 可他为了什么? 他性格不争, 对圣巫也极为尊崇, 而且凤岩长老对巫族兴衰, 更是看得比什么人都重。 凤山上次犯事了之后, 虽然被凤岩长老压下来, 可事后凤岩长老却延长过他了, 他为什么要暗中寻找密钥啊? 这就要问你们自己了, 巫族的事情我知道的不多, 就连着密钥的事情, 我也是刚听说不久。 阿音对于巫族来说, 到底的用处也只有你们自己清楚, 至于那个凤岩长老,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他对巫族忠诚, 不代表不济于密钥之事, 对阿音也毫无恶心, 人心本就多变, 谁能保证谁就真的是彻底的好人, 毕竟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山王跟凤山相交, 就被人下了骨, 而且凤山之前来后, 第一件事情也是讨要山王, 你难道不觉得这些巧合的过分了一些吗? 其实想要知道, 是不是那个什么凤岩长老, 也容易得很, 赫连少君也说过, 山王身体里那个禁止, 你虽然解不了, 可巫族之中有人能解的, 你只要假意, 要带山王回去, 若真跟凤山他们有关, 他绝不会让山王活着, 回到巫族, 好, 我会跟南岳皇帝提起此事, 到时候带山王一同回巫族。 王妃, 王爷这是…… 刚才在海里, 我们被海兽围攻, 阿渊不得不动用了内力, 金针禁止被破了, 横宇长老帮忙压制了阿渊体内的毒性, 能保他暂时无碍, 待会儿直接带他过去解毒。 真的, 太好了, 君王爷没事吧, 还有王妃, 你们也太不小心了, 怎么会掉进了海里啊? 这片海域里海兽极多, 今天更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都疯了似的攻击船只, 好在少君不顾危险地去救你们, 又有横宇长老亲自露面施救, 否则怕是你们真会殒命在这里, 不过你们也是运气好, 那么多海兽围攻都能平安回来, 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 眼下虽然已是春天, 可到底海水寒凉, 刚才又有那么多海兽围攻, 还是快将君王爷送去宫中吧, 你们也好去看看, 看有没有被海兽伤着, 凤山长老, 好像很关心我们, 你们是族中贵客, 我自然关心, 况且也相识一场, 若是他们出了事, 我也会心中难过的, 是吗, 没想到相识不久, 凤山长老对我们的感情, 竟然这么深了, 只是不知道, 善王和青鸡如何了, 说起来, 他们此次来巫族也是为着要事, 若是在海中遗失, 又撞上了那些海兽, 有个什么万一, 可实在可惜了那主婆二人, 青鸡? 什么青鸡啊? 那船上有叫青鸡的人吗? 那人不该是东随吗? 凤山长老不知道吗? 我们此行南下时, 除了抓住了善王之外, 还有他曾经放在大禁经中的密探青鸡, 那青鸡可是绝艳美人, 一身探子的本事无人能比, 我和我家王爷惦记着, 这种美人, 善王应该愿意赎回, 原想着此次到了南越之后, 用他唤取南越皇室赔偿, 可后来想着, 他跟善王主仆情深, 就索性, 让他跟着善王, 起来了巫族。 你同情他们主仆之情, 可他们却是命不太好, 之前船上出事的时候, 那青鸡就跟善王一起, 被海中暗流卷走, 他不是叫东随? 谁告诉你他叫东随的? 我们王府里的确是有个叫东随的丫头, 可他身骄体弱, 又恰好身子落了伤, 就留在大禁养着, 哪能长途跋涉来南越呢? 可是善王, 你们耍我? 你这么动怒做什么, 青鸡不是密药, 被卷入海中暗流里的人, 不是你们巫族想找的人, 不是好事吗? 凤山长老终于族群, 该觉得高兴才对啊, 可你现在的这副表情, 脸上写满了不甘和愤恨, 你才愤恨什么? 恨你费尽心思闹出这么大一处戏来, 最后弄走的却是个冒牌货, 还是恨你在船上推我和阿渊入水, 却没将我们和赫连少君害死在那海域里, 你胡说八道, 什么推你们入水, 刚刚明明是你们自己掉进水里的, 还有你说的青鸡, 它不是密药当然是好事, 我只是以为密药出事, 所以才会担心, 我是关心族中的事情, 关心族中, 你要是真的关心, 之前船只出事轻机丢失时, 怎么不见你下水去寻呢, 反而只眼睁睁看着你们族中密药丢失, 你到底是怕密药出事, 还是因为你弄错了人, 心有不甘, 你, 别污蔑我, 是不是污蔑你心里清楚, 那满船之上, 只有你以为那船舱里面, 关着的是你们巫族的密药, 也只有你, 才在乎善亡是生是死, 之前一路上, 你几次想要派人入他们船舱的事情, 你以为没人知晓, 还是觉得, 你去探善亡化时, 想要接近清洁时做得有多隐秘, 哼, 你早就对密药心存不轨, 派善亡在大进截杀不成, 后又想要在南越出手抢夺, 要不是赫连少君和我们一直都防着你, 将人安置在杏林居中, 根本不给你机会靠近, 说不定, 早在南越时, 你就已经对密药动了手, 云素音, 我知道之前在南越时, 我跟你们有所误会, 早前跟林经夜夜曾有嫌喜, 你们因为他而厌恶我, 却不能因此就信口雌黄地污蔑于我, 密药关于巫族命脉和将来, 我只不过是因为奉命押送, 想要看护罢了, 何曾起过半点歹心, 至于善望, 我的确跟他交好, 可那也是因为族中与南越关系莫逆, 我与他算得上有几分私交, 却也仅仅只是私交而已, 可商机密药, 他在大进截杀之事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他们所拿善亡那么长时间, 他可有提及过是我指使, 林经夜, 早前咱们的确有过摩擦, 我也曾因一时之气做错了事情, 可当时族中已经惩罚过我, 那之后我对你处处避让, 你却还是咄咄逼人, 因那点旧怨就教唆旁人来这般诬陷于我, 是否太过了一些, 你若对我有怨, 大可直说, 可是密药之事可大可小, 更关乎巫族将来, 你怎能借此事和少军联手故意害我, 你算什么东西, 值得我跟人联手陷害你, 你说我们陷害你, 那你倒说说, 山王脑子里的食髓骨和禁制是谁下的, 还有嗜血骨, 你在外动用禁术, 擅自用嗜血骨吞噬他人血气生机, 用作自己修炼, 也是假的吗, 别以为山王没了, 嗜血骨死了, 你就能够狡辩的了, 那中了嗜血骨的人还活着呢, 至于山王, 我也用刘影石, 复刻了当时审问他的情形, 别以为, 山王死了就死无对证,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去过南岳, 也没见过山王, 从不知他体内还有什么食髓骨, 山王的事情先不提, 我和我家王爷落水的事情, 你认还是不认, 当然不认, 我又没做过的事情凭什么要认, 你可知道, 我修的是医毒之术, 那又如何, 不如何, 只是在登船之前, 我就防着你会对我和阿渊还有小舅动手, 所以, 我们三人身上的衣衫之上, 都沾着我独门秘制的七药箱, 寻常接触不会几乏, 可若是以内力碰触过我们三人, 或者是伸染离心伞的人意图攻击我们, 碰触过我们三人的地方, 就会出现中了七药箱的毒, 整个船上, 只有你们巫族的人体内, 被我下了离心伞, 哼, 什么七药箱离心伞, 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不必吓唬我, 我根本就没动过你们, 是吗, 那你的意思是, 你用不着我替你解读了, 什么叫巫族的人体内, 被你下了离心伞, 你该不会给我们也下了吧, 下了, 我信不过你们, 自然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 就跟着你来巫族, 你与其在这里狡辩你没有做过那些事情, 倒不如先看看你自己的手, 七药箱和离心伞结合之后, 便会毒发, 刚开始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只会让人身体发麻, 半个时辰后, 毒素爆发, 就会开始腐蚀骨肉, 你居然下毒, 哼, 你要不是朝着我们动手, 又怎么会激发离心伞的毒呢, 说起来, 整艘船上中了离心伞的人比比皆是, 怎么就只有你一个人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本想着你要是实话实说, 我还能饶了你, 可如今毒发, 你就好好受着吧, 凤山文言刚想说话, 就感觉到胳膊上一阵剧痛传来, 像是千万只蚂蚁在啃视着他的胳膊, 他下意识地挥手, 想要甩开那些异物, 却不想, 刚一甩时, 就听到什么东西啪哒一声, 落在地上, 哎呀, 周围的人都吓得齐爽爽地倒退开来, 满眼惊恐地看向凤山, 而刚才被他甩掉的东西, 赫然正是只剩下半面白骨的手掌, 那手掌齐腕而断, 上面的部分也只剩下森森白骨, 腹肉还在继续往上蔓延, 横宇长老, 横宇长老救我, 横宇长老也是吓了一跳, 他连忙一把抓住身旁人的长刀, 抬手就朝着凤山右臂砍去, 凤山疼得惨叫出声, 而不断朝着他身体上蔓延的那些青黑之色, 可不等横宇长老松口气, 下一瞬, 凤山却又继续疼得叫了起来, 就见他被砍掉的右肩之上, 本来的血色之上, 弥漫出一些青黑细腺出来, 随即像是有什么东西蠕动, 那些青黑再次凝聚起来, 重新开始了吞噬, 速度虽然比之前慢了一些, 却依旧没有停下来, 更可怕的是, 刚才落在地上的断臂上的污血, 沾染上了凤山的腿上, 那一点乌黑瞬间腐蚀了他身上的衣物, 他腿上也开始像是刚才的胳膊一样, 露出一大块的白骨来, 血肉化成乌血, 落在地上, 滋滋冒着白烟, 都脆远点, 别碰他, 横宇长老手中拿着化毒丹, 想要给凤山喂下, 离心伞是以心脉为引, 化毒丹只能保他一时, 等药效一过, 他体内的毒只会成倍地返还, 知道什么叫离心伞吗? 古有秘术, 能将活心剥离而人不死, 以剧毒吞噬脏腹, 掏空骨倔筋脉, 只留下一张完好无损的皮子, 和一颗跳动的心脏, 视为离心, 只可惜啊, 我只学到了一点皮毛, 做不到古人那般神迹, 所以, 这离心伞只有一半功效, 能够让你哪怕浑身腐烂, 血骨分离, 却还能保你心脉不绝, 它会一点点腐蚀掉你的身体, 骨骼, 却不会朝着你脑袋里蔓延, 有心脉维持, 神石不散, 说不定, 你还能亲眼看看, 你那颗心, 到底是个什么颜色, 云素音的话下住了周围的人, 也同样下住了凤山, 我, 我错了, 我不该动你们, 我错了, 求你饶了我, 求你饶了我, 云素音面无表情, 是我脑子糊涂, 是我退军救援入水, 我错了, 我求你饶了我, 我再也不敢了, 海兽的事情, 是不是你搞的鬼, 是我, 是我, 是我愿恨你们在南岳再三不给我脸面, 也恨赫连亭帮着外人遮住于我, 我早就对你们怀恨在心, 所以, 才故意弄掉了, 玉兽香, 拿着足中的粉叶花粉撒在了船上, 还在你们身上, 下了吸引海兽的东西, 我们虽然再说一口别长大ijuana草, 去年魅惫期气, 中饭很快,